贴上蓝黄双色乌克兰国旗 来自美国的M777榴弹炮 在哈尔科夫前线立大功 M777惊人威力朝着俄军方向打过去 连续发射好几枚炮弹 果然被敌军发现位置 二军爆火打了过来 乌克兰士兵急急忙忙在爆炸声中转移阵地 不管是乌克兰东部还是南部战场 前线天天得面对这样危险又紧张的场面 虽然从士兵脸上看得出疲倦 但守护家园的士气还很高昂 除了M777榴弹炮 西方军援也陆续到位 包括立陶宛送来的无人机 还有M270多管火箭系统 配合美国海马斯火箭远程战力大提升 乌克兰声称已经打中了包括军营和火药库 至少30座俄罗斯军事设施 而现在还有英军帮忙乌克兰训练士兵 连法国军人也加入乌军行列 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确从乌克兰扩散到全世界 除了阻止粮食出口 俄军还朝着农田开炮 烧毁大量农作物 有农民就在着火的田里 抢救古物 另外四个多月狂轰滥炸 也重创乌克兰的环境生态 当初基辅这座炼油厂被炸 燃油全流进附近河川 短短几天上千条死鱼冲上岸 现在没有事但怒中 他说 些的鲤仍然看得出还好 但最后你放它们在盆子 它们香像像烤铁 除了粮食和生态 乌克兰还要担心有内贼 3月4月周日严肃地向全国人民报告 因为乌克兰情报单位和法律部门员工遭到俄罗斯渗透 他决定开除国家安全局局长和检察总长两位高官 其中遭到拔关的检察总长维涅狄克托瓦 是乌克兰调查战争罪的代表人物 也常接受西方媒体访问 这场人士大地震恐怕影响到乌克兰战争罪搜证工作 TVBS新闻综合报导